毫不夸张的说文 男人都吃这一套 总结起来就是三个字 女生们只要你能沾了这三个字 基本上身边绝对不会劝男人 不管你是什么性格 全部通用 对那种见过大风大浪男人来讲 绝对是重拳出击 每三个字呢 贼乃作 一个字一个字给你们解释 首先第一个字就是贱 这个贱没有任何侮辱性的一些性质 毫不夸张的时候 男人都吃这一套 但是重点是 你得学会如何控制这个分寸 如果你们的关系还不错 那没事呢 你就给他跑过去捣乱 去藏手机摸他的头 你千万别觉得自己很幼稚 往往就是这些所谓的幼稚 这些行为会让他觉得 生活原来还是有点意思的 但是有的女生就会说了 那这种渐渐的有什么好处呢 有 我在我的课程上面讲过 这个男生会觉得你们的关系 在不断的拉近 就很有情趣 然后再用我教的方法 偶尔一次认真 然后被这个男生看到了 就会形成一种特别特别强烈的那种反差 你就会把它深深的给吸引住 当然了 咱们也别太过火 过火了就有可能会处成兄弟了 第二个字就是奶 小奶猫的奶 说白了 你就是会懂得一些示弱 会懂得撒娇 有的女生最大的问题就是 太刚了 说话从来不会拐弯 不会撒娇的女生在我眼里 就跟直男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我告诉你 不管说有多么高冷的男人 他都有柔情的一面 不好意思撒娇 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真正那个能让你撒娇 能让你依靠喜欢的那个人 我在课程里面讲过 女生撒娇 男人绝对顶不住的 真的有很多男生 他会对自己的另一半 有那种当爹的那种错觉 如果你身边有那种玩得不错的那种男生 总是叫你女儿 还很照顾你 我跟你说 你得注意了 他不一定真的是想当你的爹 也有可能只是想跟你更进一步 但是要注意的是 奶 他并不是温柔 温柔是给了包容和照顾的 很多女生在这一步他会做错 结果就变成了男生的保姆 往往最后都会选择去给这个男生付出很多 花钱等等之类的 花时间最后被抛弃 所以你只需要用我课程里面的方法 给对方造成一种 你需要他来照顾你这种感觉 需要他来保护你这种感觉 才能真正的去拿捏住他 第三个字就是捉 捉呢就是捉死 不仅要自己做你还得带他一块做 就是有的时候男生不管他的年龄多大 他骨子里面永远都住着一个小孩子 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带他玩得开心 那你男朋友肯定就跑不了 我这个地方教你一招 就是你可以在约会的时候 偷偷的把账付了 然后带他假装去逃跑 逃单这种吃霸王餐 他会特别兴奋的一晚上都睡不着 你还可以带着他去玩秘识逃脱 那么你试想一下 哪个男生不喜欢有人带着自己的玩呢 而且情绪上又有很大的波澜 就越成熟的男生 反而会对这种女生越上头 最后我再跟你们这些女生讲一句心理话 吸引男人跟当一个好老婆 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你具备优秀的品质 不一定这个男人他就喜欢你 但是你坏坏的 渐渐的特别有意思 这个男生反而会很喜欢这种感觉 如果你觉得自己条件还不错 但是没有男生能真正的对你迷恋上头 你来找我 我来手把手教你 有干货问题想学习的可以进首页粉丝群